台米台风好雨成灾 民进党内部的民调显示 有5成8的民众是对于政府的防灾工作表示满意的 而淹水的原因 各有6成8的民众认为是因为食雨量太大 只有2成5认为是政府治水不力 在今天下午隔魁卓荣泰再度前往台南 视察西部铁路的抢修情况 台灾铁道上一步步向前行 行政院长卓荣泰来到台南后币区 视察抢修情况 这里的陆基被大水冲刷掏空 造成纵贯线嘉义南境到台南后币路线中断 这一次的台风告诉我们 过去我们的努力不是没有成效的 但是我们从这次里面 我们又发现了可以更好 更有效率去改善的地方 抢通作业再加速 要早日疏解民众的通勤问题 通天早上的行政院会 也针对凯米台风的灾后复原 提出整体报告 深深一鞠躬 是院长向所有救灾人员致议 而根据民进党的内部民调 检讨台风灾损原因 有68%民众认为 实在是食雨量太大 只有25.4%民众谴责 治水不力 而对于政府防台防灾表现 满意度达到58.1% 不满意度则是33.6% 灾情照严重的 云嘉南高屏 满意度更是超过六成 因为台风这次来的雨量实在是太大了 两三天当中 几乎下了一整年的雨量 这个再大的排水功能 都没有办法去因应 那海豪在我们这次的台电 台水 台电的负电 台水的负水 都在比较快的效率里面完成 民调显示 多数民众肯定政府防台作为 也肯定前瞻计划的治水成效 毕竟天灾难防 我们能做的 也只有近人是听天命 记者黄夫琪的影响 就黄伟在谈谈台北才通过斗